現在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盡快令到學校重回軌道 明天開始不要再影響學生上課情況 而先交代校長 校長明天開始會休假 他暫時不會在學校出現 但他後續的安排我們還要少許時間 因為要跟教育局再研究 也要經過一些程序 至於一直在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其實這幾天一直在承諾 裡面會有不同界別的代表 有大約六至七位的人士 包括有退休教育局的官員 有專科醫生 有臨床心理學背景的大學教授 也會有家校合作一些經驗的人士 還有法律顧問 我們辦學團體的代表 一起會坐這個委員會 盡量做到一個公開公平和公正的調查環境 讓所有持份者如果想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見 他們一些投訴也好 或者一些真相 都可以逐一單獨跟調查委員會見面去講 他們也承諾了所有的私隱都會保密 他們不需要擔心 因為向這個調查委員會講的任何事 而衍生任何的後果 但是到今早來講 我們再嘗試想去原諾校長 直接跟他對話 我們這次就決定了 我想發生了一件這麼令人難過 傷心和不幸的事 其實校長自己本身 但我相信他的情緒 都是不問是問題的 發生了事之後 其實我們也委派了 我們今晚三年 其他資深的小學校長 那裡是從行 協助了學校長 協助了他們的申請 2015年和2018年的投訴 我們是收到的 我們也是處理了 其實那兩個投訴 在那時候 就是有不同的事件和背景 那些方面的投訴 有一些是關於 他的和同事溝通的一個技巧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我們教科的同事 去做了一些獨特的工作 那也都2018年的投訴 也都是有相關於一些行政本理的投訴 那這個也是我們同事是跟進了 那我想到目前為止 我們就不可以太早去判斷 究竟是否適合或不適合單納校長的工作